字幕提供 阿娥姐 安迪哥走了多少年了 快三年了 所以現在妳的最佳閨蜜就是演戲了 妳最愛的就是演戲這份工作 排解妳的心情 其實演戲是我這一生的夢想 就我其實 妳需要講到夢想這麼大嗎 妳不是一直都在演嗎 因為我在我生完兩個小孩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減肥成功 坦白講我那時候才 我生完兩個小孩才三十一歲 然後那時候 不好意思 自己說自己漂亮 因為那時候哪條件我是不錯的 然後就有一個名製作人 要找我出來拍戲 結果怎麼通告都沒有來 結果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我說那個徐導演找我出來拍戲 她說我跟她說不行 我說蛤 為什麼 安迪哥把妳推掉 對 她跟徐導演說 不行 我老婆要在家裡看小孩 她說老婆我知道妳條件很好 但是如果妳要出來拍戲的話 我們就先離婚 蛤 這樣嗎 我不能去拍戲 她說不行 如果...小孩誰帶 她就問我小孩誰帶 因為兩個小孩嘛 後來我就想說 當初都已經跟她離家出走 又公正結婚 那麼轟轟烈烈的 現在為了要演戲跟她離婚嗎 當然不可能啊 是 反正我已經這一生 我已經 似乎什麼都放棄了 也不在乎再放棄一個演戲嘛 好 我就算了 又認命 又認下去了 然後所以這一路來 我就跟在她身邊 看著她演八點檔 一步接過一步這樣 演八點檔 然後什麼男主角什麼的 然後我心裡就好 所以阿赫姐 我們每次在電視台化妝間 看到妳陪著安迪哥的時候 對 我都好羨慕喔 妳在旁邊看 對 妳在那個環境裡面 妳好想參加 我好希望那個女主角就是我 然後或者是 然後每次看到她們在訂妝 或者是 要上去演出的前一刻 然後看到她們在化妝有沒有 我就在旁邊 好羨慕喔 我真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 所以一直到我 五十五歲那一年 小孩大了 小孩二十五歲了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好無聊喔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現在小孩都大了 以前妳說要帶小孩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去拍戲啊 然後就說 好啊 她答應得挺爽快的耶 製作人就幫我安排 我第一部戲就挑大樑 就演男主角的媽 第一個鏡頭就要演中風 妳知道嗎 妳會嗎 中風怎麼演啊 對啊 可是不行啊 這是我的夢想耶 而且我心裡想 我這部戲如果演好 我就有下一部 或者是下兩部 我才會有 我以後才有機會啊 所以 中風我就演了 那是要怎麼演 妳這家要做功課啊 外外 也就出手 唱一首 這樣子 你知道現場所有人 都笑死了 我也演了 然後沒有想到就是 我真的很感謝 因為在案底過世的時候 其實我是走不出來的 但是那時候 就製作人啊 戲劇總監啊 很疼心 讓我去拍戲 在她過世一個多月 就讓我去 連接了兩檔戲 對 連連續接了兩檔戲 然後那個製作人很可愛 就跟我妹妹講說 以前妳如果演戲很差 不知道是怎麼 妳這部過世了 妳如果演戲 放不出來 就有一句形容 就是說我突然間 全部都開竅了 開竅 靈光乍現 全部都懂了這樣子 然後2020年 還被電視台提名 最佳迷你劇集女配角獎 被提名雖然沒有入圍 但是我已經非常開心了 但是聽起來 妳是用演戲來 來陪伴自己 那安提哥走路也三年了 妳還是很愛她 很想念她 是啊 妳會不會 妳會不會想說 這一段已經很圓滿了 然後我要不要迎接下一段 沒有耶 因為我總覺得 她雖然走三年了 可是我覺得她在我心裡 滿滿的那些愛 好多好多的回憶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空虛 也不無聊 或者是我現在很需要 去找一個伴來陪伴我自己 我覺得我完全不需要 安提哥雖然走了 可是她在這裡面是滿滿的 在妳心裡是滿滿的 對 而且我每天都夢見她 我常常夢見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一夢見她 我起床我心情特別好 夢見她什麼 真的 我就夢見她 夢見她 比如說帶我去吃飯 或者是我們去作秀 或者是演戲 然後我看到她 我還會告訴自己說 她已經死了耶 可是我怎麼還夢見她 那我要不要告訴她 她快死了 就會常做這樣的夢 然後我醒來以後 超開心的 對 我剛剛安慰她是錯的 我說我一個朋友 她們三個姐妹 同一年老公全部走了 然後三十九個姐妹 聚在一起說 超開心的 她以為老公走了 大家會很傷心 結果才發覺說 不用回去煮飯 不用回去打掃 不用回去陪她 對... 她這種開心 跟那種開心不一樣 她那種是不一樣 那種是那個 死鬼死得最好 她這種不是 她那種是 她的愛充滿 可是老師就命理上來講 這樣也沒什麼不好 對不對 對啦 但是掛愛還是不好的 因為常掛愛 其實對兩個都不好 對 所以一定要放下 因為你不能用另外一個東西 來彌補這個東西 你現在用演戲來搪射它 其實是不對 你要知道說 因為人與人之間 感情它總是有一個終結 因為人總是會 有一個人會走 對 所以你要慢慢的 要放下放下 那你才會 那個才叫做 真正的快樂 才是真正的放下 對... 才是真正的快樂 妳還沒真正的放下 放不下 因為朋友對妳很好 安妮哥才走 大家就趕快幫妳 做很多工作 幫妳填滿 對 完全沒有時間 去胡思亂想 但是受到大家歡迎 有時候受到男生歡迎 跟受女生歡迎 不一樣喔 說騎嘛 有 妳的個性其實 妳碰到男生都很自在 對 反而跟女生相處起來 妹妹嘎嘎就比較多 我最近發生一件事 我就很... 到現在還是很不開心 怎麼... 就是說朋友邀我去說 比如說去和歡山玩 那有三對夫妻嘛 然後我跟我朋友 比如說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一講一談 妳們兩個朋友是單身的 對 然後再跟另外三對夫妻 她也是有老公 只有我沒有 然後我們就到一個定點 下午他們就要煮飯 我說出了晚為什麼要煮飯 我剛剛不是有交錢了嗎 他說沒有 我們就是要煮飯 然後煮我說 我在家裡煮得我很累 而且一個廚房那麼小 我們就住那個 給人家借住那種... 民宿那種 對... 四個再煮 我也插不進去 然後我朋友就說 妳不要煮 菜我們帶了 我們知道怎麼做 妳不會 妳就去外面陪他們喝酒聊天 我想說這下賺到了 怎麼那麼好 我不用煮飯 然後就是... 趕快去化妝 沒有化妝 然後就跟他們... 先生們啊 還有兩個當地的 就這樣聊天 天然地人 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 後來其中有一個跟我說 你不要跟他聊天 他老婆會吃醋 因為我跟他不熟 我說... 你不要早講了怎麼辦 然後就按下來 結果回來的時候 比如說一個叫東師的 就是他老婆一直跟我講 帶我去那個... 比如說咪姐好了 他一直說 我朋友 帶我去那個朋友 在屁股一直講我壞話 在後面 對 在屁股 在屁股 後面 然後就說你帶不出場 都你卡成話 對啊 帶不出場 也不會做飯 講話也不得體 反正沒有一塊好的 我就覺得為什麼 如果說 跟人這樣相處 那麼不開心 所以我給他取名叫做 以後... 以後我死也不參加這種 這種團體了 所以跟女生相處 有時候比較... 對 所以說... 所以你有跟鄰居出國 所以有一次 跟鄰居出國 也發生什麼小問題 我一個鄰居他是貴婦 他跟我出去玩 對 我們護照是要一站一站檢查 北疆是很嚴的 然後我們這個導遊 就把那個... 新疆是不是 對... 北疆 然後他就把護照 換在前一站 能不能到了下一站 要檢查到他細 護照全部都沒拿 然後他是不是要繞回去 我們又不能出去吃飯 然後就放在路邊說 你們自己 自己找地方吃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 也很開心 可以也放一下 然後我鄰居找我去的 我就下去 我也找三四個朋友一起去 可是我下車的時候 我忘了帶手機 全身比如說四十個人 三十八個都他朋友 只有兩個是我朋友 那我就下去 我就... 我們找到一間 我朋友就邀我進去吃 然後就吃... 回去還剃牙 吃得很開心 還說他們還送我 可是我朋友這個臉 就很... 馬上就當面就罵我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自己去吃東西 我們就在車上 怎樣... 我說蛤 不是導遊叫我們 下去吃飯的嗎 好啊 下去吃飯 你為什麼沒有找我 我說我沒有帶手機耶 我想說在附近而已耶 他就不聽 念到我們同團的隊友說 你真的誤會其媽了 所以你發現還是自己 自己單身去報名團體 就好了是不是 對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 多輕鬆啊 來 聖書老師 什麼紫薇命格的女人 是很好的閨蜜 好 其實要當閨蜜 真的不容易 要符合某一些基本條件 那我們來看 還是從命公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 命公是天相的朋友 什麼叫天相 其實閨蜜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就是嘴巴要緊 因為閨蜜就是在講心裡話 甚至隨便講話 對 如果嘴巴不緊 甚至變成二手傳播戰 對 那不是問題大了 對 所以就像你剛剛講那個例子 對啊 事實上人跟人之間 有抱怨是沒關係的 可是中間去傳播這個人 對 就有問題了 對不對 而且他傳播是真是假 你還不能判斷耶 搞不好他是故意塞人 對 對不對 那我也不能問 我又怕他破啊 他跟他們的感情 對 所以很多人我們總是想說 我一聽到了什麼東西 我就要去講 其實這樣的方式 這種人就會人見人厭 這就不會是好閨蜜 所以我們要學會看到這種人 就不能亂講 但是天相以前被稱為印心 這個印是什麼 蓋章那個印 幫皇帝管理印章的人 是不是就非常謹慎 然後嘴巴很緊 能夠保守秘密 才能當皇帝身邊最重要的人 你知道有的人 一升官以後 跟著老闆出去的時候 然後第二天炫耀 昨晚跟老闆喝很晚 你看像這種話一講 是不是就完蛋了 老闆可以跟你做這樣的事情 就表示你越要熟密 是 所以我們剛剛講 閨蜜也是一樣的態度 嘴巴要緊 是 再來 第二個是 閨蜜 閨蜜還有第二個作用 就人總是有情緒的時候 常常找人發洩 閨蜜就是 你進來找我發洩 我可以安慰你 然後我可以幫你去想一些方法 去幫你說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而天積這顆星 被稱為軍師制多星的原因 就在這裡了 我今天跟他講 結果他回應我的方式 讓我早知道不要講比較好 那這樣怎麼當閨蜜 所以天積這顆星 也是一個好閨蜜的人選 再來 第一個是 閨蜜另外一個重點 也就是什麼 我能夠設身處地 站在你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聽很多人的抱怨 我們會聽不懂 會想奇怪 怎麼這樣 有些小事情也喜歡講 可是一定有他的原因所在 而天亮這顆星的好處就是 他有辦法整個去 從你的角度 而不是從他自己的角度 所以我們講 越主觀的人越難當閨蜜 越客觀的人越容易當閨蜜 而天亮本身就是客觀 而能夠去幫助他 關懷他的人 所以這三個都是要當閨蜜的條件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碰到不是這樣的人 逢人只說三分話 你講出去 被傳播出去 就收不回來了 是 對不對 這個要注意了 OK 謝謝老師